老师 可不可以付费请你帮我录音 这个是在有一次 我已经准备要入睡的时候 刚好手机跳出来的讯息 非常惊讶 因为我不太确定是谁 那时候就决定打开来看一看 没想到这一次的对话 让我彻底的失眠 我一直在想 我如何帮助更多的人 提供更多的价值 我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 陈氏跟大家说 我当下没有答案 当时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排除了万难 参加我的说书会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碰面 没有机会聊太多 回家后我询问了 他今天听起来还习惯吗 这让我很惊讶 因为在现场的他 内心原来有这么大的触动 纵使他当下没有太多的表情 他遇到了非常多他人生的课题 要安排时间参加一次的说书会 其实对他来讲也很不容易 所以那一次他在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我是拒绝他的 我当下马上想到 在这种实体这样子录制 音质肯定会很差 旁边肯定很多杂音 甚至有人如果问问题 可能也录制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所以我几乎是0.01秒 我直接回绝了这样子的一个请求 虽然我们是用文字 用line在沟通 但我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 那深深的失落感 对话结束了 我躺在床上 其实不断地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那一晚 我就彻底失眠了 没时间回想自己 在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想要达到的愿景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也开始怀疑了自己 是不是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好 是不是让别人失望 是不是也让自己失望 很心急 也担心自己速度太慢 若没有帮助到别人 那这些的价值好像就没有意义了 甚至觉得自己是否应该要放弃 这时候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如果十年后的自己 回到此时此刻 未来的自己 会跟现在的自己说什么 我闭着眼睛观想 十年后的自己会对我说什么 没想到就这一观想 冒出了这段话 好好全力以赴 不要留有遗憾 专注提供价值 享受这个过程 你的人生已注定 水顺圆满 当时冒出这句话的同时 天也快亮了 我也渐渐的失去意识 睡着了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我开始才想起 我原来一直都在找寻的答案 事实上这个答案正在我的身边 我就决定了 如果要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可以把书的内容 录制成音档 放置到网络上 让大家可以听 我找寻了非常多的平台 非常多的工具 但我都觉得仍然有点麻烦 仍然会有很多要的手续 后来 我就想到了 其实 我何不如直接放到Podcast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虽然 原本是这个付费的一个方式 那Podcast就变成免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我也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想到 哇太好了 我未来可以把我的说书的音频 放到Podcast 以及YouTube 这样子就能提供给更多人 更多的价值 不管你今天是上班 真的忙得太晚 甚至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在家里 带着小朋友 真的要出门 其实有些挑战没有错 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也是很开心的 我也感恩这个过程 真的让我看见 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决心 所以我开始规划了12个 我认为可以改变人生的主题 并且针对这些主题 帮各位精选 绝对别错过的好书 以及我会再搭配工作坊 将如何做 落实在生活当中 能够带着实际运用 让知识变成能力 所以也很开心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 未来我会以主题式的说书 让大家可以更聚焦 沉浸地去做学习 就有比以往碎片式的一个资讯 就会导致我们东一块西一块没有办法拼凑起来 所以接下来我在做这个规划当中 我就会帮助各位 把重要的主题 而且彼此有相关的过程 又将哪些好书 非常适合这个主题 也非常适合各位 能够在这边录制说书给大家听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 你会感受怎么样 我想你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这番的喜悦 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 透过Podcast 透过YouTube 我们有更多值得交流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一起学习 我很常说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让我非常有能量 叫做愿世界应由我们而变得更好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你能够持续地订阅我的YouTube 订阅我的Podcast 甚至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 你的好朋友 希望未来有机会 能够在实体 跟大家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我是哲伟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拜拜